大家好,我是小敏 今天我要介绍两种美食 一种是你可以吃出家的味道的牛肉面 另外一种是酥的吊渣的绿豆板栗酥 刚才我路过那条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如果有认识的朋友,你应该到这家牛肉面馆吃过面 这家面馆虽然开在一条小巷子里,店面很不起眼 但是已经开了很多年,它藏着很多人的回忆 不论是当地人还是假期回家的游子都会来这里打卡 因为在这里简单的一碗面,你能吃出家的味道 老板娘每碗面都是单独的炒汤汁 面也是纯手工的,没有加过多的佐料 所以你吃出来的全是家的味道 让你不游的总想回来再吃一碗面 价格也是特别的实惠 这碗牛面只需要13元 我觉得在全国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少了 面里的牛肉还是蛮多的 再看一下这个面的汤色 你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它那个浓郁的味道 面条是手工制作的,所以非常的劲道 好了,我要开吃了 回家路上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比较有名的绿豆板栗酥 它分着两种口味,一种是咸的,一种是甜的 甜的就不用说了,甜而不腻 你咬一口满嘴都是板栗的香味 特别好吃,皮会酥到掉渣 咸味的我让朋友尝了一下 他说它吃出了蟹黄的味道 你可想而知它是有多么的好吃 板栗酥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实惠 它是买一斤送半斤 一斤13.8元 有机会的朋友,假期可以过来尝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下期我要介绍一下当地的美食节 如果你感兴趣,就一定要关注我哦 下期我们再见